以赛亚书35章一到十节 就是整个以赛亚书35章 然后另外一个在新约 贝里比书3章四三到十四节 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35章 以赛亚书35章一节 旷野汗当汗之地 必然欢喜 沙漠也必快乐 就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凡胜 乐上加温 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 并加密于上人的花梦 必赐给他 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上帝的花梦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尖壮 无力的吸引文部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 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虾子的眼 必整开 龙子的耳 必开通 那时鞋子 必跳跃上路 哑巴的舌头 必能歌唱 在旷野 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 必有河涌流 发光的沙 必要变为水池 干渴之地 要变为全渊 在野狗躺卧之处 必有青草 芦苇和葡草 在那里 必有一条大道 称为圣路 无悔人 不得经过 必专为 俗名行者 其路的人 虽愚昧 也不至失眠 在那里 必没有狮子 那里都遇见 只有俗名 在那里行者 并且耶和华 救赎的名 必归回 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 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定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太习 尽漏逃避 另外一节是 其圣经节在 基约 贝利比书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 帝利比书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 我们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总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下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 上面照我 来得的奖赏 我们期间的 进去 给你